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众所周知,姜维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接班人,可谓尽得孔明的真传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姜维却和恩公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视同水火 蜀汉灭亡前,诸葛瞻站死于绵竹 他在死前曾恨恨地说,我最大的错就是不能杀掉黄浩和姜维 为何诸葛瞻和姜维的关系会恶劣到这种地步呢 一,政见不合,姜维和诸葛瞻都是忠臣,也军是蜀汉的栋梁之才 诸葛瞻视习诸葛亮无相侯的爵位,令魏将军路上舒适 而姜维,官拜大将军,比诸葛瞻要高一级 但在政见上,姜维和诸葛瞻十分不对付 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终生致力于北伐 作为军事首脑,姜维曾十一次北伐中原 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 公元256年,姜维与邓埃在断骨决战 结果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惨败,士族溃散,死伤甚重 对于这样的失败,别说是属地百姓不高兴 就算是诸葛瞻,也十分不高兴 公元262年,诸葛瞻与董鹊等人认为 姜维好战无功,致使国内提毙 于是上表给刘善,要求让姜维担任一周刺史 并削夺他的兵权 就这样,姜维被刘善打发到了达中带兵,从此远离了成都 二,对姜维军事失误的愤恨 蜀汉之所以濒临灭亡的窘性 很大程度是因为姜维主动放弃了汉中 由于姜维屡次北伐,导致国立疲毙 难以在汉中囤留过多的兵力 于是姜维提了个错误的计划 联兵巨骨 简单来说,就是放弃汉中险要的地形 改为聚兵于汉中内地 敌人打向哪,军队就志愿向哪 这样便可以大幅度降低后勤压力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开门寄到的馊主义 明示兼闭清野,实则是自欺险要 自撤凡离 三,诸葛瞻嫉妒姜维 诸葛亮具有惊天伟帝之才 为何不将自己一生所学 教授给亲生儿子诸葛瞻 却偏传授给姜维呢 实际上,诸葛亮也想将才学传给儿子 但是他却有个难言之隐 诸葛亮一生只娶了一个夫人黄月英 从来没有纳妾室 因此,诸葛亮直到46岁时 才生了自己的儿子诸葛瞻 可谓是老来得子 诸葛亮死时,诸葛瞻也不过八岁 试问,诸葛亮如何能将才学 交给一个孩童呢 没有得到诸葛亮的真传 诸葛瞻自然非常遗憾 对于得到诸葛亮真传的将为 诸葛瞻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敌意 这是人之常情 因此,这才是诸葛瞻处处与将为作对的根源 在战死于绵竹前 诸葛瞻才恨恨地说 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能杀了皇后和将为 如果诸葛亮泉下有之 看到自己亲生儿子和爱徒不能相容 恐怕也难以瞑目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